今晚第六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迎来它的首场舞蹈演出 国家大剧院第二届芭蕾明星会催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门如今的艺术 今晚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里明星会催 来自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俄罗斯基洛夫芭蕾舞团 以及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等六家世界知名芭蕾舞团的明星 在这里连昧献艺 作为此次戏剧舞蹈演出季的重头演出 今晚的芭蕾明星会催汇集了多部经典的芭蕾舞剧的片段 为北京的观众奉上了一道丰盛的芭蕾盛宴 法国巴黎国家科剧院芭蕾舞团首先登场 随着浪漫的钢琴曲 展现芭蕾舞多元技巧的小奏铃曲片段 将观众带入一个梦幻的芭蕾王国 与静谧的小奏铃曲不同 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双人舞 唐吉赫德则是热情如火 舞者身穿红色的戏服 呈现出这部经典芭蕾舞剧中最富技巧的段落 也将俄式芭蕾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晚最耀眼的明星要属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塔玛拉 他曾经创下过《经济独立》20多秒《纹丝不动》和连续42圈《徽编传》的舞台记录 今晚他精心演绎的艾斯梅拉达也给北京的观众带来了惊喜 他的那个专业的基本功就比较扎实 去年我们看来也非常努力 然后才会有这么好的一种东西呈现在舞台上 今晚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在与国外名团同台现役中也表现不俗 最近创牌的交响芭蕾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 今晚在这里进行全球首演 中巴三位首席演员 七位主要演员和三十对精英演员 以虚拟协议的手法全新诠释了对芭蕾的理解 此次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际芭蕾明星会队将持续到本月的15号 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来欣赏一下今晚演出的精彩瞬间 好了 感谢观看